经常在公司停车上看到一些很牛的车 今天周四来的人明显多了 昨天这边停车上车的特别少 今天停的好满呀 估计今天大家第一次来很多人 第一天啊新年 今天居然看到一辆保姿节的Tekan 我还第一次看到 你看这个车也有人开 不知道这个属于私家车 就是自己家买的 还是公司的Compli Car的模式 老远就看到这辆哇 我还以为是V60 到进出一看原来是V90 老远一看我以为是荷兰牌照 进出一看原来是卢登堡的牌照 也难怪呀 因为我看到这个旅行车 绝大部分我看到的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V60 V90的话太大了 价格又太贵了 这个又符合卢登堡的牌照 全世界人均GDP 长期Top1 反正就Top3之类的一个效果呀 人口只有几十万 V90 V90 轰 轰 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